如果等到有人說他貓甘兵時上聽到一些聲音 或是看了白人所看不到的影像 或是精神氣勒變化這麼大 比較嚴重又有可能出現到少人 不就是自己想自己的責任 以前來說 如果出現這些競爭 可能跟老婆退化平面有關 明明就沒有的事情 一直說有人要他害 要他偷帶錢 有腦部被裝了竊聽器 另外有幻覺 第二個特徵是有幻覺 譬如說 旁邊就沒有人 聽到聲音一直跟他講話 或是說 他什麼都沒看到 白人都沒看到 就一直看到什麼神佛 讓他感應這樣 以前表示這個鏡頭是像比例說卡到他 其實是透過最小的這枕斷和飛彈 以及種種狀況關聯性的釐清 大德所人是跟視覺失調症有關 是說隨便說這個人空空消消 你就是視覺調症 沒有啦 不是這樣 現在比較嚴謹的 他會有比較嚴謹的 主要有三步驟 第一步驟會去做一些抽血 腦部檢查 排除一些身體的狀況 再來可能要排除一些狀況 最後會根據這個準則去做見別 嗯 其視覺失調症 每一個人進展不一樣 會造成的包括性化 感受到人家的關係影響 所以說神秘的人 剛才是要有經過的關心之外 出現狀況最好是兩者 在新競段做比較近 透過有不定方式來改善做控制 這下都願議題做單身 直播到電台提供 禮拜是晚上 這點報在南天電視台 第四邊到來報出 這禮拜要請到安安便 已經新科的主任 張俊宏 分享到什麼是 失覺失調症 以及這個鏡頭的前段和空座 歡迎鄉親按照稍稍看